昨天是5月18号是518国际博物馆日 而在北京的各大博物馆也送出了44道文化大餐 有97家博物馆是免费开放 到了昨天晚上6点半的时候 北京首都博物馆原来已经到了闭馆的时间了 但是这里却依然灯火通明 有上千名的志愿者在首都博物馆体会了一下不一样的博物馆之夜 请看报道 您瞧瞧不管是海空猴展还是富豪墓展 首都博物馆展厅里聚满人 不过这可不是白天而是晚上8点多钟 毕竟晚上还是有那种神秘的感觉 然后感觉不太着急 对我晚上第一次来 你晚上这个活动跟白天参观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比如说这个上面的文饰 就是人很多的时候你比较难就是非常细的去观察这些文饰 一个好的展品实际上是非常耐看的可以多看几回 像我三月份来这个富豪展的时候人很多 所以没有办法很仔细的看每个青铜器 不管是文饰精美的青铜器 还是这闪闪发光的金饼马蹄巾 不少市民都觉得夜间参观博物馆是别有一般感受 不仅更轻松而且看得更细致了 青铜器110一件 上面所有的样子都是这个样子 咱们一会儿可以看到实物 然后咱们接着这个 在讲解过程中 记者发现了奇怪的现象 您瞧瞧不少来参观者大扮的都很相同 都穿了这件蓝色的衣服 这次还是以志愿者团体一服比较多 对我们俩都是志愿者 你们俩都是 对我们都是 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鼓励吧 我觉得可能以后对尤其是在文博这方面的志愿服务方面 我们会做得更好 而且更有热情和信心去做吧 一千多名的志愿者参加了这次博物馆夜的活动 除了做博物馆的参观 志愿者们还体验了书写竹简 制作甲骨文书签等活动 不少博物馆的这个活动都将持续多日 就比如说故宫博物馆一直到7月份都有展览 八大名人故居纪念馆的三大主题展览 北京汽车博物馆 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永乐宫壁画艺术展等等 具体的时间地点 各位可以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 这样的一个展览真的挺好的 有时间不妨在这个历史的海洋当中去游个游 我看你会在北京市文物馆的地方 我看你会在北京市文物馆的地方